这边的话艾莉前锋 我觉得老三样搬掉好了 对前锋先知加机 搬了个没有搬前锋 他是多搬了一手祭司 多搬了一手祭司 这边的话破轮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放 因为你就要放破轮 艾莉他选不选是一个问题 他就要选破轮他可以带个挽留 没有太大的意义 艾莉的破轮还是有点厉害的 我觉得搬一个邦邦 然后再搬一个破轮 或者搬邦邦 你放破轮的话也行 他也不一定会选 搬邦邦邦红夫人吧 争一个多跑 能不能四跑再说 先争一个多跑 搬邦邦搬红夫人 这样的话这边是前锋跟佣兵 肯定先拿了 你放出来我就先拿了 这俩要拿了 艾莉反手 搬的话 我觉得病患可以搬 雕刻家艾莉会不会选 我觉得还不会选 上一局雕刻家 打得真有点辛苦 所以说艾莉可能会考虑打一些别的 使徒啊 鱼女啊 宝瓶 奔着宝瓶去打 这边的话 佣兵前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两个大哥不拿 拿昆虫 要打一些战术 那我不客气了 佣兵这边搬掉了 我觉得佣兵不拿 优先级昆虫有这么高吗 艾莉 挺开心的 那后续的话 这边病患先拿了 卫移药 病患拿了 再拿一个上锡的邮拆 但你知道 如果拿一个病患 拿个邮拆 这套这种其实针对雕刻家打的是确实不错 但人家不一定会拿雕刻家 对不对 这边昆虫 防爱哭鬼 有观众说 我觉得防不防爱哭鬼 防爱哭鬼 防雕刻家 这个优先级 我觉得还是 没有前锋来 没有佣兵来的高吧 这么说也可以 但是被佣兵被扳掉还是蛮亏的 因为你就算是能够算到对面打的是爱哭鬼的话 这边佣兵前锋线一抢 后续补一个 在这边空军家 一个心理学家 那这套阵容还是两边都防了的 心理学家防单刀行监管者 然后空军的话相当于防一手那个使徒那种所以强的 然后昆虫学者这边来防住爱哭鬼 防住那个 那个叫啥来着 防住爱哭鬼 防住雕刻家 打了一波全防流 这套阵容打雕刻家 其实比较难真胜的 因为上来如果空军跟心理学家被抓 他不像上一局的那个雕刻家 上一局的雕刻家 那套阵容真的就感觉为雕刻家量身定制 非常非常的舒服 中间祭司的往那边一站 一个传送雕刻家都不知道如何抓人 爱哭这句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么底牌挽留 要么风窗挽留 二选一 然后带个闪现 稳稳的前期击倒一个人挂上 球者这套阵容 但凡那个心理学家被抓挂上 外面机子其实修的也不是特别快的 甚至感觉有点慢 机子拖不完 挂飞一个以后 闪现挽留 再留一个就可以了 对于爱丽来讲 宝瓶就可以了 对于爱丽来讲 宝瓶就可以了 就看斗舞的求生者怎么盘了吧 四跑 这个阵容是完全看不到四跑面的 他们要四跑的话 得前期非常非常有 比如说张玉剑 或者是这边的一花六穿了 然后在开门站翻 翻出一人一个位移道具 都不能是什么魔术棒香水 一人一个位移道具 昆虫一个护臂 空军一个护臂 且这边心理学家 还不进爱丽视野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四跑 这个要求太过于苛刻了 这个要求就是 可能剧本有 有大概1000个剧本 可能只有三个剧本是四跑的 千分之三的可能性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开局怎么样 最大的难点就是 这个心理学家如何 不进爱丽的视野 因为心理学家 他剪不了道具 开门站 在一个有挽留 爱丽带的是个精神 说实话呢 这个精神有点没必要 他精神 如果说爱丽这局要去真胜的 我觉得这个精神带的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边奔着真胜去 精神打个出其不易 打到节奏了 就往一面去了 但是爱丽其实不用这么拼 我觉得带个闪现会更好一点 这边的话昆虫应该是过来了 昆虫应该是要来封口 看有没有机会能封口 好的封住 这样的话卡着这个点 等等 大家注意一花 一花这边要先看清楚 怕被反绕 看清楚 然后再走 很细节 因为当时爱丽这边被拦住以后 他可以反绕过来 如果你这边翻出来以后 刚好钻在脸上面 这一波拖得很不错 但是昆虫的虫子也消耗了很多 距离的话 其实也没有拉得特别开 爱丽这边还是雕像封住口子 那这边吃一刀 往里一翻 前锋这边要来撞一波吗 跟进去前锋应该是来了 来的话顶金身吗 哎呦 波波这一波被绕开了 那这样的话还不知道 爱丽到底带的是什么天赋呢 昆虫再来挡 昆虫再来挡 待会这边的话 一花这边一定要给到队友信息 就是在一些交互点上面 能闪现 而爱丽没有闪 一定要给到信息 他绝对不能吃雕像挡 绝对不能吃雕像挡 好的 这把的话有一说一上戏的昆虫 还是非常给力的 这边投坟场 看到了 距离拉得非常开 波波这边如果再撞的话 可能金身就一刀顶上来了 波波这边 大家注意波波也是提前走了 他也没敢撞 他也没敢过来 可以可以 这波不能不能来帮忙保装 保装的话就挂前锋了 哎呦 这个雕像漂亮 可以 大老师给了非常高的一个四抓率 这边先把前锋摸满 博命的话只有前锋一个有 这边是个地下室 这如何来运营出一个四人开门战呢 不太可能了 因为刚刚也给大家讲到的 就雕刻家 啊不 心理学家捡不了道具的 呃 你要把这个心理学家饱活 面对一个精神雕刻家 是不太可能 他如果是个闪现的 那前锋神发挥空军补一枪 还有话可说 还有话可说 现在的话前锋就卡着吧 外面 考虑什么呢 往后盘嘛 先把这个三人开门战找机会打出来 然后再去运营再去翻箱子 看看能不能三人开门战整个三跑 看看能不能三人战开门战整个三跑 慢慢来求稳啊 慢慢来求稳慢慢打嘛 卖掉是最好的 卡死就一波也行 但是看爱丽给不给这个机会了 如果说不给机会硬冲进去 那就是给爱丽二阶 现在爱丽没有到二阶 他一个精神的话 没有太好的一个击倒能力的 他他精神的话 这边的话击倒并不是那么快的 所以穷人者慢慢的去盘 卖掉这个心理学家是最好的选择了 这边的话 斗舞也是没有被烈士冲昏了头脑 有的时候最怕的什么时候呢 这个东旋被打了个四跑 队友想的我一定要四跑 我一定要四跑 硬去打 好反手被爱丽打个四抓 他们选择退而求其次慢慢的来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比赛的数字体现 就不要被烈士冲昏的头脑 也不要被优势冲昏的头脑 一定要保持一个理智 这才是一只强队该有的心理数字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这波卖掉 从上级来看 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了 就看后续 他们先把机子先压好再说 先把机子压好再说 然后再看后续能不能去翻道具了 能不能去翻道具了 这边的话再找上戏 找到上戏 他们都有道具 你没有就打你这个软狮子 就顶追着你这个软狮子捏 上戏这边需要前置 他需要拖蛮久的时间 宝瓶他也需要再撑 如果要真胜的话 更加了 还差了100多的机子 上戏这边的话 这边如果再夹一下 雕刻夹到二阶 其实上戏这边就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这边推 那可能能打一刀 打一刀以后也是到二阶了 一刀打上 后续一个坟场 坟场一头 二连雕像 这个雕刻夹是8月26号的版本 所以这个雕刻夹这边 二连雕像应该是很快能击倒的 球者这边的话开始翻道具了 大家注意波波翻道具了 应该就待会带着博命过来 把道具 把自己的球交给这边的昆虫学者 然后来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很不错 就是近人士听天命 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剩下的就看监管者给不给机会了 就是艾力给不给机会了 你论上面来讲 球者要三跑 需要艾力给一些机会的 需要艾力给一些机会的 这边球已经放在了这边的窗口 博命的话一波是可以撑到这个窗口的 博命的话是可以一波撑到这个窗口的 来这边艾力六个雕像 手握六个雕像 打 哎呀这边的话雕像没能打出来 一刀打好 前方这边天门 艾力管谁 这个时候呢 如果聪明一点 管前锋是最正确的 哎你刚刚为什么没有拉球 你是不是把球放下来了 哇艾力 这都给他算到了吗 那前锋去捡球 前锋去捡球 这边打一刀 好的 因为毕竟球者这边也是在交流的 对吧 他没追我 那我这个球自己捡 捡上这个球 拉好的 艾力的话 这边如果他切传送 落地是要接枪的 这里空军 空军过来 前锋的话 这边拉球 但是地窖不在目的 他还得再躲雕像 拉球才行 那不行了 不行的话 这边 先挂前锋 保住这个平局 艾力也是真的稳 艾力是真的稳 应该知道是一个金身了 不太可能再去交枪了吧 有挽留的 门开了没有 门开了 这边昆虫斜者先走 空军要来打吗 这不交技能 肯定是金身了呀 还有想法 穷人这边没有薄命 拖碗流结束 时间够不够 前锋还半颗球 这边应该是昆虫 想吃雕像 昆虫想吃雕像 就想骗你雕像 上戏这边骗雕像 空军拉开 还要拖 打不了吧 没薄命 我觉得 空军有薄命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空军是有薄命的 捞 一刀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没有留意到 因为空军正常 刚才我看的不是 比赛之前我可能看错了 我以为是一个三 那个前锋单薄命 空军有薄命的 空军有薄命 在天赋上面有 我没有留意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可惜了 那救出来的话 是一个三炮 那没有任何问题 他有薄命的话 是可以来打 有薄命阵可以来打 那这样的话 打了一个8比1 7分加2分9分 都现在劣势很大 我们稍事休息 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你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